到时候才能真正的救他 那真是太好了 我得问问军长大人 他们什么时候能来 军长大人 一鸣已经被控制了 先把他关到审讯 时刻观察他的精神状况 我这就去准备 救兵什么时候能来 快了 你现在精神状况怎么样 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 我现在觉得难受极了 林叔不能把他放出来 好好说话吗 他要是再失控了 是你控制的桌 还是我控制的桌 快放开我 你们想对我做什么 不要再想钻进我的体内了 天啊 他之前到底经历过什么 一鸣你先别激动 你看看我 你还认识我吗 你是 好熟悉 听到了吗 他还认识我 但是好像完全想不起来 天哪 我的记忆力好混乱 林叔 你快放他出来吧 你再这样 我就只能把你先请出去了 可算是赶到这里了 军长 我来了哦 日盼夜盼 终于把你这姑奶奶派来 你说的那一个变异体 和人类能够切换的小孩 在右边的侧物里 回头再跟你续救 现在先救权人类最重要 喂 那个小孩呢 谁让你进来的 别刺激到了他 我是来救人的 倩啊 你终于来了 快来看看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对不起 我刚刚不知道你是 没关系 我不在意 你又是一个想对我做什么的 别离我这么近好不好 看来还有的救 那先把他放出来 太好了 一鸣 你没事了 谁说他没事了 难不成我来就是来看他一眼的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 手术室在哪边 就在您身后 先想让他进去吧 一鸣听这个姐姐的话 那好吧 我就先进去了 搞了半天 还是小姐姐有用啊 先扎人等先出去 我要开始手术了 哦 不好意思 我在外面守卫你们的安全 出现问题 第一时间通知 林叔 你说一鸣他会有事吗 你真是问到点子上了 我怎么看你一点都不担心的样子 你可不要小瞧了 刚刚的那个女生 军长大人 我带阿威出去站岗了 好的去吧去吧 军长大人怎么可能也这么高兴 啊哈 小林一会跟他讲讲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林叔你快说呀 刚刚那人可是获得过 无数诺贝尔奖的天才少女 什么奖 听着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你只要记住死马了 他都能一活就对了 Later Justine 瞳孔正常 脉搏正常 你 你这是要给我治病吗 对 不光是治你的病 救的更是全人类的命 哇塞 这么厉害的吗 厉害的还得是你呀 要不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此话怎讲 是你体内的基因 能够治即将变异的人类 简单来说 是你救了大家才对 是这样吗 对 就是这样哦 那好吧 我愿意 我也开始了哦 放心吧 不痛的 Match Match later 一鸣刚刚好像真的把所有变异体都消灭了 我就说吧 他一直都是个好人 这个我知道 林叔 你说的把我们当孩子是真的吗